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们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 心里面没有装着人民 韩科长 田虎这小子邪性得很 对马列主义摩托东思想了解他居然比我还痛 邪不邪 这是一种信号 敌人在失败面前全会反思了 几条臭鱼烂虾反思管啥用 完了 来不及了 都被赶到那么大假一个小岛上 再往东就是太平洋 还能掀起啥大了 恐怕郭敏党当初也没想到 穿着草鞋戴着斗笠 扛着红银枪打仗的功能红军 竟然能够改朝换代 快来 快来 追 怎么 还不服气 你们再审我多少遍也没用 我是盐大蒜 皮是黄的 心也是黄的 我很好奇 你不但精通我党的理论 而且还能够举一反三 小意思 过誉了 你是个人才 可是你为没落的封建蒋家王朝陪葬 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就算是你死了 你又能改变什么呢 上书有语 若火辽之于缘 不可向耳 毛泽东将这句话引用为 星星之火 可以辽缘 你们的红旗 不是也从井冈山插到了延安 又插遍了全中国吗 天狐 你还想盲抗到底 我想起一个人 是你们的人 在大陆沦陷前潜伏在我中统内部 他的代号叫做监兵 那一年我把他从成都调到山城 我制定了木马行动计划 想诱使中共游击队员 把他们一举歼灭在扎子洞的看守所 只是我的命不好 密地情报失败了 我在抓捕尖兵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有了蛇根 你应该放到嘴 带死人 走 这个死鹰的老特务 该是国民党 对历史谢罪的时候了 这些国民党反动特务 解放前提押百姓 屠杀互产党人和社会进步人士 血债雷雷 庆竹难输 浅兔 三十八岁 山东何僻人 国民党中共特务统目 解放后继续浅浮山城 刺激破坏 八道三十六 八道三十五 八道三十六 八道三十四 八道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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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学 救过不许 万一我深造无测 军宝 我就算是托骨给你了 是 时至今日 沦落如斯 人生走到这步田地 田湖遇到了高军宝 他不知道该怎样的面目 去阴间见他的老师高展龙 怎么啦 田湖 田先生被拉夫刑场墙毙了 他还欠着我三千美金呢 那算了 死人不欠活人的账 红术飘忽不定 还是联系不上的 知道了 田先生死了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看来 必须得我亲自出马了 否则 就算你找到公术 他也不会相信你 这军统中统的过节 可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化解开的 田先生不就是因为 去找军统的徐百川 才遭遇不幸的吗 山城这么大 你怎么找 再说 我们的电台被共军破坏了 根本无法和外界联系 好好学习学习毛泽东的愚公移山 明天 你就该知道怎么找了 谢科长 我是周志全 周志全 你怎么了 我想再请一天假 这孩子呢 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上吐下泄 还发高烧 老婆一个人在家 她怕出什么意外 也做不了主 来 报告 进来 我先如实报告 我洗过澡了 没洗澡也可以进来 啥事儿让你这么高兴 香港那边的同志来消息了 他们已经成功解救了 徐百川的儿子 这么快 那当然 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 按照你歪打正着的办法 昨天晚上 一夜就抓出几十个国民党特务 这下边的人 都要把你当活菩萨供了 徐百川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言不语 不吃不喝 看上去一肚子心事 他和其他特务不同 生活待遇上 要尽量安排得好一些 山城解放的时候 他被老蒋丢下 没跟着跑出去 眼睁睁看着 最后一架飞机消失在空中了 不就是优待俘虏吗 这个咱懂 问没问到周志前的情况 问了 他祖籍在南京 曾经在国民党第七十四军 五十七师当少尉排长 这常德战役中 负过重伤 还得了一门云辉徽章 后来呢 几经辗转 到山城警察局 当档案管理员 集贯南京 大屠杀中 南京几乎成了空城死城 别说是街坊邻居 就连户籍资料恐怕都没了 七十四军 五十七师 在长德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呀 咋都是有头没尾的呀 所以说 想要查到周志前的历史 根本无从查起 他平时是不是身居简出啊 听大安科的人讲 他平时还真不太跟人有来往 就是个闷虎 平时懒得很 除了上班 出门基本都是媳妇的事 他还不爱凑热闹 见人都绕着走 我觉得吧 他就是觉得自己残疾了 也不好意思抛头露面 自己难为情 他今天来上班了吗 我刚才去大安科问了一下 崔科长说 他今天早上就打电话来 说他家的娃病更重 请假了 周志前就是征药仙 啥 见了你就知道了 他现在虽然瘸条腿 背有点驼 还戴富眼镜 可还能看出是他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还等啥 抓人啊 没那么简单 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老难题 就像他上次来延安一样 我们认出他是鬼子溜 可我们怎么证明 他就是鬼子溜 魁儿 魁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儿呢 在外边疯玩呢 不愿意回家 回来 擦脸 手 手也擦擦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又抽上烟了 你就不能改改这习惯 花钱对肺也不好 老子说过多少回了 我是先断气后断烟 我这不吃不喝 不嫖不堵 还不能抽根烟呢 自打咱俩 搭伙过日子 我每天回来你就这话 你说你这年纪不大 怎么叙叙叨叨的 好了好了不说了 我请假了 好好的请假干什么呀 四哥出事了 前一两天公安局突然采取行动 全程打搜捕 我们很多军统的地形都被抓了 昨天预审出调档案 其中就有四哥的 他会出卖我们吗 你摇头是他不会 还是你也说不准 我也吃不准 这人不到死的时候 你哪知道他 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呀 六哥 我怕 叫我老周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老周 我怕 来 快起来 除了我这张脸 该毁的都毁了 没给他们留下任何证据 最近公安局新调来了一个人 他认出了我 他是谁 韩冰 就是以前 在延安跟我交过时候的 即使他认出了我是郑小仙 那他得拿出证据呀 没有证据 他说我是我就是啊 我他娘的 是他 是他娘的软柿子 你想怎么捏我就怎么捏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就是这关赌不过去了 上刑场 我也陪着你 在天愿做笔衣鸟 在地愿做莲荔枝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好 好 好 事情啊还没到那一步 你看你 你就在这儿表起决心来了 去 弄狗饭给我吃 来吧 来吧 发电厂被煤奖特务破坏了 刚刚抢修好 让您在黑暗中久等了 我是韩冰 没关系 我对这地方熟 有灯没灯都一个样 有烟吗 我不洗烟 那位小兄弟有烟吗 你想啥好事呢 如果能有个烟丑 或许我不介意跟你谈话 我眼瘾大 没出息 这是什么烟 卷烟 新中国卷烟厂造的不比你美国主子的差 谢谢你们救了我儿子 孩子已经被安全地转送到了广州 能不能来山城就看你了 为要我出山 跑秘局用孩子要许我 为要我开口 你们也如法炮制 可天之亡奖非我之罪 我能做些什么 你对国民党还心存幻想 还能抱什么幻想 人老了 也怕死了 能保住命 就算阿弥陀佛 你能保住命 也能和自己的儿子团聚 现如今 你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 孩子还年幼 身心上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抵抗外界的风风雨雨 复巢之下 安有完乱 我听出了你的贤美之言 你其实不就是想从我这里 问出老六的事吗 为难吗 这里的看守所 我很熟 墙上还有当年我让兄弟们刷上去的标语 你们也刷了墙 有些地方可没有刷彻底 有些地方还漏着字 哪些标语 青春一去不复返 仔细想想 认明此事与此地 切勿执迷 还有呢 迷惊无边 回头是 我知道你在笑什么 这些强语 好像都是为我自己写的 风水轮流转 如今人为刀组 我为宇宙 徐白川 你要老实交代啊 不许偏离话题 不 他是在暗示我 正要先 有可能还在故地 聪明 三言两语 就能洞察别人的意图 看来 你跟老六啊 还真的有一拼 你知道我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老六从陕北回来 韩冰这个名字 就在我耳朵上 磨出了茧子 你认为 正要先还在大陆 为什么 总统和军统 在大陆都容不下他 更别说 会容他去台湾了 香港 澳门 还有国外 也不可能 像他这么优秀的情报员 早就是各国登记在案的特工 哪个国家 会对他放任自留 不管不问 一旦跑到这些地方 恐怕你们的海外情报系统 早就该知道消息了 所以他 只能潜伏在大陆 不说 不做 不动 彻底改换身份 隐姓埋名 做一枚死子 死子 没有上级 很有任务 那你认为 这枚死子最可能躲在哪里 还会在四川 甚至是山城吗 好 能再给我一支烟吗 新中国烟厂造的烟 还挺好抽 公叔 台湾保密局发来的密电 四哥的儿子在香港 新街别人街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估计是共党干的 坏了 怎么了 四哥 四哥恐怕会辩解 放屁 四哥怎么可能辩解 他不跟共党合作 共党凭什么替他救儿子 老人赋这个草包 把别人的孩子做文章 现在好了 无党无国 最该问死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酒 那怎么办 六哥的下落估计只有四哥知道 他会不会 六哥肯定危险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他本人不知道 徐百成被捕的消息 那怎么办啊 既然你不愿意再提正要先 那咱们就说说公述 他是老六的死党 也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短短几年 能从一个上位 被破格提拔的少将 这就足以证明 如果能有人继承老六的衣博 就是这个公术了 那他有什么弱点 讲一起 和老六死心塌地 这就是他最大的弱点 除了正要先这个世上 就没有人能够降得住他吗 能治愈他死地的 只有老六 那么正要先身上有什么弱点 这么些年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要说弱点 那就是他的明切了 因为他过于优秀 作为成也萧何 扮演萧何 扮演萧何 徐先生 你看看这些照片 这是我们这次全城大搜谷中 拘留的可疑分子 您仔细看一看上面有没有熟人 来 这是老六的兄弟赵剑之 他也被捕了 赵剑之 赵剑之可是公术的副手 赵剑之 你确定吗 怎么能错呢 他当年还跟过我呢 带赵剑之 白头 进去 进去 认识那个人吗 不认识 徐先生 那您好好看一看 是他吗 没错 他是老六的兄弟 赵剑之 是他 谢谢你 徐先生 给我们提供的情报 有关正要先的事情 我还会继续请教您 打扰了 请您先回去休息吧 这会儿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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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里输人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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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带过来 你要干吗 赵剑之 你想完筐到底的吗 要杀要寡随你 我的照相没了 我都不是军统出来的 你要不是军统特务 今天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醒醒吧 你们那个党那个主义 已经完蛋了 你还想蹦打多久 你能蹦打多久 你个小娘儿 少跟叶爽后 你太放肆了 你的态度极端恶劣 今天就到这里 把他送下去 走 关在徐百川对面 崔拜川 不怕兄弟你都还救死了 我伤了你 不怕兄弟 有个和你一起流过血 同生死 困魂的 尽管身穿过命 全天下的人 都可以对不起的 我 没背叛 你们就把邓大哥的做了些什么 西凡 你们邓大哥做了些什么 坚持弟弟 走 走 走 做梦了吧 好了 好了 来 来 没事了 啊 就是一个梦 就是一个梦 干嘛去啊 我偷着医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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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检视畏罪自杀 被送到陆军医院 楼内打出去 没救了 这不就是鬼子灵了 他在故作镇定呢 他咋变成这个样子呢 白骨精变成什么样子 孙猴子都能够一眼看穿他的真身 周知前就是镇阳县 既然你那么肯定 那就赶紧抓人哪 没有证据怎么抓人 现在刚刚建国 人民群众需要看到一个 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 新的社会秩序 如果我们没有证据 随便抓人 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会怎么想 会不会觉得我们和 国民党政权是换汤不换药呢 就凭他是正要先 这就是理由 他是正要先不假 但他说自己是周知前 我们能怎么办 证明他是正要先呢 证明什么 就是正要先 由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 在日本东京审判二战中的 二十八名甲鸡战犯 从一九四六年的五月 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的十一月 才宣判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在找证据 人证和物证 好了好了 老爷 韩冰同志说的有理 共产党是文明之士 共和国是法治之国 要抓周知前 就得先证明他是正要先 既然正要先 把自己伪装成周知前 那咱们就留他 继续在档案科工作 这样便与我们就近监视 全面控制 就算他再高明 我相信 是狐狸他总是要露出尾巴的 老周 老周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腿脚不利落 扫地的活就让别的同志干 你别有什么负担 虽然你是国民党流用人员 但现在都是在为社会主义 新中国工作 别有思想包裹啊 喂 咱家女儿怎么样了 老周啊 你呀 真是惜之如今 跟你说个话 跟行刑逼供一样 赵简之 国民党军统客户 急换坚持 反共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的丑恶立场 协同匪手攻击 在国民党反动态 狼狈退逃台湾之后 秘密潜伏山城 多次破坏 我新中国建设成果 残害 在国民党军统客户 和群众积极犯死 为大恶敌 召唤解释 如此无恶不缺 继续反动到底 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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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周 你没听见下班里想的吗 吃午饭了 我带饭了 那早凉了 老这么吃对胃不好 走 我跟食堂吹事严说 帮你回国热议了 喂 voyeur主抵别人 你二iced 五时 画owana 赵检之,惠罪自杀了 公安局,贴出了布告 正要先马上意识到 自己写给北京总部 那些匿名信里 所提供的情报 以使潜伏于山城的 国民党留守特务 在大搜捕中纷纷落网 山羽欲来风满楼 自己和军统昔日的熟人们 短兵相接的一刻 看来就要到了 我们又少了一个兄弟 我们和简直一样 曾向往去台湾 或者归隐孤独 不再过这种提心吊胆 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生活 当我们留下来了 还在继续抛家舍爷 干着断头的买卖 疲之不存 汤鹤毛将燕赴 国将不国 且党不成党 谁又能奈何 国民党之败 败于内部 而非外力 无止不成全 则无力 法力不一致 则无功 这片土地 已经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颠沛流离 出境 也如同共党所宣传的那种 黄黄人 如丧家之泉 共军追的我们 是东逃西窜 我们也要让他鸡犬不宁 乡家之泉 乡家之泉 你们都听好了 我可不是什么善男姓名 你们吃不上饭 造中华民国的烦 那不是我的错 你们分田分地 打土豪斗地主 那也不关我的事 你们分田分地 那也不关我的事 你们分田分地 那也不关我的事 可你们 可你们 不该去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引来解放军大军围剿 死伤我这么多兄弟 谁无父母 谁无妻儿 没说的 闭了 反革命武装暴乱 日益猖獗 令人发指 潜伏在黑龙江 伊兰县黑瞎子窑沟的 余大柱子 杀害我共产党干部 和解放军官兵一百多人 还扒下了人皮做马 派专人去台湾 送给毛人凤当礼品 再看看我山城市 二日 公诉诽谤 袭击我南坡弹药库 打死打伤我人员十六人 七日 刺杀我土改工作队的彭军李同志 十一日 袭击我方军运物资 炸毁军车一辆 十五日 血洗甘泉村 杀害民兵骨干三里 你还要我念下去吗 这个公诉 越来越丧心病苦 我多年的戎马生涯 我现在才知道 这脸 不叫脸 让人家当成屁股了 你们真给我提气啊 明查案发 围追陀进 最后还是让他给我跑了 并且继续航行乡里 唯非作歹 是不是哪一天 我的人皮也要被他扒下来做满 局长 你先消消气 这个公诉啊 是把我们以往的游击战 如今又用在我们身上了 你还别说 这小子用的 还真是有模有样的 比起其他的土匪的强多了 这就难怪我们地方部队 一时不适应他这种打法 你说什么 我怎么越听越新鲜 解放了 我们的战士 竟然连游击战看家本领 都不适应了 你听我跟你解释 公诉的游击战 跟我们以往的打法不太一样 首先说他装备精良 其次是打法灵活多变 还有就是他的组织成员 大部分都是那些经过 严格训练的军警献特分子 绝非那些笑去山林的 真正土匪可比 更有甚者 他从那些真正的土匪那儿 还学会了一炷香的功夫 什么意思 一炷香的功夫啊 他晚上睡觉 会手掐一炷香 香面烧手 就马上跳起来转移 他那儿还有没有 我们的内线 有 再好 等一会 干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